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免学费出现了大转变 免学费政策将改采适当排付 高职和武专前三年全面免学费 高中则是以加户年所得114万作为门槛 教育部初估有56万名的高职生 30万名的高中生将会受费 但是有18万名的高中生因此必须要缴学费 虽然103年第一年可以省下17.5亿元 但是北高两市高职免学费的预算 全部由中央买单 教育部长蒋伟宁上午到立法院国民党团来报告的时候 由于大多数的国民党立委还是有疑虑 将会组成小组在和行政部门做沟通 好一样要来关系的是立法院今天召开临时会 要处理重大法案 包括了赠所岁的修正草案 年金改革方案还有核四公投案 以及12年国教的修正草案等等 上午立院就召开了程序委员会要处理的议案 不过在上会期呢 修会的时候始终没有排入议程的 不在其投票依然不会讨论没有进度 会计法修正案在立法院一夜之间突然通过震惊全国 而攸关可能体现全体民意的不在其投票相关修正案 这个会期却连门槛都进不了 因为不在其投票才能真正落实公民的投票权 也能够更实际的体现民意 然后在101年11月 国民党原住民及立委郑天才跟廖国栋 就针对原住民选民不在其投票的可行性质询中选会 中选会当时就表示技术上没有问题 也乐观其成 因为我们立法委员的险期是前台湾 前台湾 所以不管总统有没有 现在你们规划 内政部的规划 在谈的都是总统的 总统的不在其投票 是不是可以 你们可以跟内政部建议 但我也会跟内政部来要求 跟内政部建议 不在其投票我们都已经考虑到 现议员的选举大概就 那就不需要 还不需要 所以我们有在考量 希望下一次的选举里头 原住民的投票会有不在其的投票 哇这个实在是太好 而后来102年4月 行政院也真的 推出了不在其投票 相关法条设证案 虽然可以用在核四公投 却由于总统选拔法也适用 因此没有被民进党 跟台南党认同 在会期结束之前 并没有进入三读 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表示 如果要试办不在其投票 应该单一先拿核四公投来试才对 柯建民表示 不在其投票 姿势体大 没有单单从原住民开始办理的道理 这种做法可能有为公平性 将引起动乱 若要办的话 就全民都来办 而且应该拿目前民众 最关系的核四公投率先来办理 而不是总统选举 他也质疑国民党内部的声音 根本就还没整合 现在要谈还太早 不过五党团结联盟的原住民 其立委高清素媒 可不这么认为 高清素媒说 不在其投票是世界的趋势 也是民主进步的重要进程 再也跟只能两党所有的立委 都应该好好考量 人民投票权的重要性 应该要抛开背后政党的自身利益 坐下来针对技术性或公平性 面对问题来协商讨论 而不是就这样放着不管 记者葛伦南路 台北市长报道 台东县议员李景惠 他在台东县议会定期会的时候指出 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 是一个对非原住民族不公平的法 因为严重的影响 非原住民族的工作机会 也正式的提案 要求县政府申请示线 台东县原住民族的议员 虽然在议会当中 也各自表示立场 不过最后原住民族议员 还是以尊重 非原住民议员的提案为理由 通过了这项示线案 台东县议员李景惠提案 要求县府申请示线案 受到原住民各界的高度关切 从事工程包工的原住民业者表示 中央既然制定了原住民主工作权保障法 是要保障原住民的工作机会 议员反应压缩 非原住民业者参与竞标的机会 甚至不瞒借牌 以及原住民当人头的情形 他认为这是行政部门 要去追查的责任 主任更表示 一旦修罚 对原住民影响很大 其实应该真正来讲的话 应该是属于人头的部分 因为这个人头 本身就是违法的 应该他们是要查查 这种人头的行为 那才是正确的方向 一位提出这种建言的话 我是觉得说 对我们原住民是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业者并拿出96年行政院原民会韩副表例县政府有关工作权保障法事件案遭博回公文 证明原住民主工作权保障法的立法精神 议员表示 如果动辄提案四线要求修罚 那制定的原住民法根本毫无实质意义 假如说真的就把这一项十万以下 不能够进向原住民的这个团体来采购的话 那原住民法就干脆就撤掉就不要了 你要经常去查到工地啊 到那里说老板不在啊什么的 实际上的 你公司的组织你要去看啊 是不是都是人头啊 你年度开会的时候 你应该移民会的还是社会住的 应该或是工商课的应该去 要参与啊 其实一部分都是白兜 没有一个原住民真正的牌 提案的李警惠表示 他无意挑起族群对立 原住民主工作权保障法第十一条条文 违反了宪法第五七条人冷平等的精神 也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非原住民因言受公平对待 建议宪福增定地方自治法 规定一万以上十万以下 采购开放非原住民商家平等采购 依据原住民主工作权保障法第十一条 规定各级政府机关 公立学校以及公营事业机构 办理位于原住民地区 为达政府采购法公告金额之采购 应由原住民个人机构法人或团体承包 但原住民个人机构法人或团体无法承包者 不在此线 台东县属于原住民地区 因此符合适用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 之所以衍生戒牌原住民当人头的问题 县议员表示 关键就在行政机关有没有严格法官 最后在议员将建设代表十三级原住民级议员 表示为了族群和议会的和谐 原则上同意试线后通过 记者Kulius Kazovian 台东县议会采访报道 好 继续要来关心的是 今天凌晨开始酒驾新制上路了 一直到中午之前 已经查获了96期酒驾的案件 有83期依法依送了 在酒驾新制上路之前 全台的远景就已经展开了查器 在花莲发生了一个酒驾撞伤大学生的不幸案例 酒驾新制标准更严格 酒册值0.15就违反行政法当场会被罚 而酒册值超过了0.25 触犯公共危险罪将会依法移送 60公斤的成人喝两杯啤酒就会超标 警政署统计 新法上路第一天一直到中午为止 一共查获了96期的酒驾案件 其中843期酒册值超过0.25 全部都依法移送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东县泰玛里乡大王村的五户族人的家 因为附近私有地的地主挖路整地 导致他们唯一的一条小路被挖掉 而且家门口都是土堆 高龄的住户就感叹说简直就是走投无路 他们埋怨乡公所不顾民众通行的权利 同意地主来挖地 打算要联名告乡公所赌值 还有地主侵权 台东县泰玛里乡大王村太风路上 原本有一条水泥小巷道 可是现在路被挖走了 还立起了水泥柱准备围铁门 附近五户原住民家庭 唯一的通行要道不见了 被挖起来的水泥柜还堆在这五户人家的家门口 行动不便的老人家走路已经很不方便了 现在的状况更是走投无路 像我这样残葬 怎么走呢 四周围都是别人的地 这五户居民说 这条位在像口袋地形的小路 在这里已经超过40年 六年前泰玛里乡公所运用空军的牧林基金 整修成水泥路 可是这个月10号 地主突然找怪手来整地 连小路都挖走了 而乡公所也同意地主来挖 让居民非常生气 泰玛里乡公所表示 这是私人土地 乡公所无法禁止地主整地 但居民认为这是一条继承道路 公权力应该保护人民的通行权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有公所处面来解决 因为今天是牵扯到人形的一个问题 而且是继承道路 无路可走的五户居民住的都是老人家 由于乡公所处理的态度冷淡 他们要自力救济 找了高等法院的相关判例 要告泰玛里乡公所堵职 以及地主侵权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另外在台东长兵大聚来部落的渔民 长年以来都是把交罚停在部落边的海岸 但是近来有渔民为了方便 所以就把交罚停靠到长兵另外一个港澳 居民很担心这样部落的竹筏文化可能会消失 台东长兵大聚来沙滩港 仅有三艘交罚停靠 过去飞鱼季节来临时 这里有十多艘交罚 渔民会互相协助推船冲浪划出海 晚间回来滩上会有班公协助拉船上岸 结实后班公们会得到渔民所送的鱼 沙滩港呈现富有文化热闹的景象 不过现在渔民为了方便 纷纷将交罚停靠到长兵乡的唯一港澳 学在渔民年纪越来越大体力不如 从前便利的大港成了优先选择 不过还是有留在部落的三艘船 认为船开到长兵所好的油料又是增加了成本 沙滩港的船只越来越少都移到便利的大港 但是不管是留在部落的沙滩港或是避风浪安全的长兵港 对渔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每次出海雨货都能够满载而归 不过部落沙滩港风景不在 令当地阿美族人不舍部落的传统筑法渔业文化 渔民相互合作推船拉船搬工 渔民送鱼的情感互动恐怕难以再现 接着法务台东长兵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各地方有哪些求职的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昨天端午节应景要吃粽子 屏东牡丹乡的台湾族人 特别就制作了粽子跟Ginafu 分送给乡内的独居老人 休息下稍后回来带您来关心 选了一首我认为很难唱的歌 你真的很像专业的歌手 你真的很像专业的歌手 我真是年轻人 边跳边唱 我很喜欢你们那个画面的分配 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半至九点半 尽情锁定我们的部落十五台 原住民等你来唱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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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去找你 你去找我 你去找我 我去找我 你去找我 我也觉得我们会帮助 莫ент 我 我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期回来要带来看的是昨天在举行的台北国际龙洲锦标赛 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举行总决赛 这次有200多支的队伍报名参加 其中由多支的原住民族的队伍来参赛 蓝宇飞鱼龙洲队在公开男子组获得了第五名 另外阿美青年龙洲队则是公开混合组的第七名 选手们跟着鼓声摆动华奖 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龙洲锦标赛 12日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举行的总决赛 这次有200多支的队伍报名参加 其中已经参赛14年的阿美青年龙洲队 这一次也不缺席 在以往的赛事中不是男子公开组 就是公开混合组能够晋级到前八强 面对今年的赛事阿美青年龙洲队同样拿出团结力量 在134支队伍中获得了第七名 成立这个团体已经14年了 那在这个团体我们大家都很有一个向心力 而且大家是热爱龙洲每一年都会来参加 然后当然今年也有很多新人新的选手们来参加 然后来为这个一年一度的龙洲赛来加油努力 另外还有一群来自花莲马泰安部落旅北的居民 也组成了树豆龙洲队 今年第一次参赛就在61支队伍中晋级前32强 也燃起了队伍们明年再战的决心 代表自己的部落跟自己的故乡 然后在台北这城市里面奋斗 然后用他们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佳金 虽然这次的成绩只有复赛32强 不只阿美族的旅北居民组成龙洲队参赛 旅北的州族同乡会今年第二次来挑战 虽然无缘晋级名次 但成绩秒数比去年进步 就是团队最大的收获 这次台北国际龙洲锦标赛 有阿美族的龙洲队也有州族以及来自蓝宇的亚美族所组成的队伍 最后蓝宇飞鱼龙洲队在公开男子组获得了第五名的夹击 而阿美青年龙洲队则是公开混合组第七名 最终状爆炸 台北市采访报道 另外花莲泰巴朗部落的阿美族人 则是举行了华竹筏的比赛 今年竹筏赛规模比往年更盛大 一共有34个队伍来参加 比赛的队伍没有受过训练 比赛也没有太多的限制跟规则 所以在现场真的是花招百出 笑声不断 财康铭枪出发没多久 竹筏就偏离水道甚至撞船 原地打转找不到方向的都有 现场是报效连连 每年当午节花莲泰巴朗部落的阿美族人 在部落的水源区聚纳池举办竹筏进度比赛 主要的意义是为了缅怀祖先啦啦干 以及鲁记飘洋过海来到猫公山的精神 今年已经是迈入第12年 共有34支队伍参加 为了纪念啦啦干跟鲁记 所以我们特别办了这样的一个组法活动 在参赛的队伍中 没有一位选手是受过训练 不论是得标手舵手或是划船的选手 都只是在岸边先二步一下 就穿上救生衣下水比赛 没有太多规则 只要参加就有奖品 曾经是职棒选手的王光熙 也回到部落参加比赛 这次回来是回来部落 还为我们的阶层 来来把这个也攻向胜举 这次划船比赛非常特别 有别于那个一般的龙州赛 所以我们自己 他把王族人在我们的郡纳池这边 来做一个比赛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 因为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水库 也是我们一个灌溉的一个原地 那在这边比赛的话呢 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从划奖的整齐度 更能确定每位选手是娱乐 胜于竞赛 但赛场外的观众还是很卖力的在加油 虽然原住民族没有屈原 投米罗江的历史故事 也没有过端午的习俗 不过泰巴郎的阿美族人 借由端午节庆 转变成竹法比赛 来传承阿美族主线 漂洋过海的精神 同时也凝聚部落的情感 接着赛照花莲光复采访报道 好 另外搭配端午节 台北市的原住民故事屋 则是安排了原民同万的活动 小朋友赐到福球 收到大家掌声 不只体验排湾族赐福球 还有福球仪式的简介 由于12日是端午佳节 台北市台湾原住民族传说文化 故事屋 特别在这一天举办了原民同万 庆端午的活动 可以看到家长趁着休假日 带着孩子前来游玩 不只有赐福球 还有传统十字秀的DIY 小朋友亲身体验玩得很开心 我的名字一个字 还有老师画的这个爱心 你做多久 超试一点 差不多 那你做的感觉怎么样 好玩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第一次挑战 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能够赐到福球 台湾原住民族传说文化故事屋 就在台北市立儿童娱乐中心内 期盼借由休假日 推出文化体验系列活动 让大朋友小朋友 从轻松好玩的游戏中 更了解原住民族文化 特别做了十字秀的DIY的教学 然后还有赐福球的体验 借由我们这个故事屋 这一次的端午节的这个活动 可以更了解 更清楚 更简单的接近 贴近原住民的文化 端午佳节除了欣赏龙洲比赛之外 其实也可以来到台湾原住民族传说文化故事屋 不仅有十字族的介绍 还有3D动画影片欣赏 原住民同万道具体验 以寓教育乐的方式 认识原住民族文化智慧 谢谢总统的Bazak 台北市采访不到 好 不过虽然端午节 这个节日的由来 跟原住民族人是无关的 但是台湾族人吃的传统食物 Ginavu 看起来 吃起来甚至是制作的方法 都跟汉人吃的粽子很类似 所以平东牡丹乡的盘丸族人 他们昨天也举办了包粽跟Ginavu的比赛 而做好的成品 也分送给乡内的独居老人 22队来自平东牡丹乡各村的参赛者 正抓紧时间忙着将馅料包装 制作成粽子与Ginavu 连摆盘也相当讲究 牡丹乡每年在端午节这天 都会举办包粽与Ginavu比赛 每个队伍以一老一少来搭配 除了希望透过亲子包粽子与Ginavu 传承传统美食外 比赛所制作的成品 也将会分送到乡内独居老人手中 不仅文化传承同时也分送爱心 我们的比赛规定都有大人带小孩 也就是传承的意思 另外呢 我们把所有的成品都送给地方 这些地方的独居老人 也希望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社会上还得到他们的 大家的温暖 在活动现场也免费提供乡民减法服务 是由来自牡丹乡石门村的两位美法师 为居住在偏远交通不便的乡民 进行专业且细心的修剪 让乡民有个充满元气的新法心 美法师说每年都会参与异检 能够帮助乡民都很开心 这有时间啊 为乡民服务 过得前三名的参赛者 分别有三千元两千元一千元的奖金 金额虽然不多 但借由比赛来切磋厨艺 同时也能分享给没有家人陪伴的独居老人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温馨 欢度一年一次的端午佳节 记者歌社屏东牡丹采访报道 好 不过吃的安全也要注意了 卫生署针对市售各类的粽子蘸酱 做了鸡茶 结果包括了甜辣酱 酱油糕等六项产品 都被检验出防腐剂 本甲酸操标 另外呢 卫生署也查出了 一家食品制造的金龙酱油 抽验不合格 含有单绿饼二醇1.5ppm 严重的违规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 一家食品第一次被查到了 所以卫生署已经要求 新北市卫生局必须要持续的追查 端午节吃粽子免不了真酱 卫生署日前鸡茶夜市传统市场 卖场贩售的市售酱料 结果发现 包括联峰食品工厂的可口油糕 新山企业社的豪卫豆油糕 一品酱原有限公司的一品酱油糕 还有卫原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三款甜辣酱 共六件被验出防腐剂本甲酸超标不合格 除了酱料被验出防腐剂过量 卫生署又查出一张食品制造的金龙酱油 含有单绿饼二醇1.5ppm严重违规 而一张食品先前已经有多款酱油 酱油糕等产品不合格 新北市卫生局将持续追查 而且它使用的也不是整个黄豆 一般都是使用脱出沙拉油 就是把油挤掉 做成沙拉油 剩下的这个倒破 去做这个所谓的化学酱油 但是黄豆粉的脂肪没有脱干净的时候 这个脂肪碰到盐酸 就会产生这个单绿饼二醇 这种有毒的东西 由于传统古法酿造的酱油 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但多数制造伤胃的速成 会添加有毒的焦糖色素 只要五天就能快速发酵 医师就建议民众 全购酱油时只要用力摇一摇 纯酿造酱油的泡泡很细 消退的也很慢 相反的化学酱油的泡泡一下就散去 而且颜色通常较黑 没有光泽 对健康比较不好 记者吴姚宇 徐奇峰推报道 好 另外由于种子里面 会放入菜谱菜脯来增添口感 不过剪掉昨天就发现 嘉义市有一家以雄字包装 出货的菜谱工厂 出货全国 但是存放在仓库的 八万六千四百公斤的菜谱 疑似添加了防腐剂 本甲酸超量是三倍 卫生单位已经抽检送验 并且先通知下游的厂商 下架了 检盗人员进到仓库 两层楼的空间堆满纸箱 里面就是嘉义市仅存的 唯一一家萝卜干工厂 做的产品 打开纸箱萝卜干的鲜艳颜色 令检盗人员觉得不自然 叶子否认染色 不过同行的卫生人员初步检验 里头防腐剂本甲酸 疑似超标三倍 检盗人员赶紧封存 抽检送验 虽然防腐剂可以添加 但总量有管制 业者也变身 加工过程全靠目色和经验 所以可能超过用量 但这家40年的老字号 其实已经多次被卫生单位 减书防腐剂超标 等正式的送院报告出炉 如果确认再犯 业者将被依食品卫生管理法 移送法办 而流出的产品骗及全国 尤其以新竹为大宗 业者已经通知下架 记者嘉义报导 2014年将举行世界原住民族会议 800多名的代表草泥的声明 要作为提供给联合国 处理原住民族政治事务的 指导原则 休息下稍后回来带您来关心 今天我们要沿着台七甲县 去拜访两个泰雅族的部落 一个是环山部落 另外一个是南山部落 这两个部落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把我们的国宝鱼 樱花钢鱼龟 赋予得相当成功 不容易 每周五晚上十点 王鸿鱼们的复活风 带你放轻松 呼呼呼 Let's go 它在这个洞里面才会有 你可以吃夜光楼 海星 海星 对 海星 That is so cool Wow 很甜 肉质各方面又很堪牙 你可以吃完之后再喝这个鱼汤 熊�鸡就是熊鸡啊 丁字库就是丁字库 丁字库就是丁字库 净字库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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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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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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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